专题名称高谈阔论尽在支持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 107年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 创意组作品说明书 一、创作动机及目的 研究者希望制造出一款牙齿 具有高硬度以及廉价的价钱 以及基本的抗菌能力的牙齿 二、作品特色及创意特质 使用具甲肌丙烯酸甲脂所制造出来的甲牙 最大的特色即是 它可以即时制作且即时使用 而不需要经过牙齿制造商 另外在制作PMMA甲牙之时 可以加入抗菌剂而增加甲牙的抗菌能力 三、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实验药品 第一项具甲肌丙烯酸甲脂 主要是由图2的固态粉剂以及图3的液态单体 两者混合而成发生聚合反应的 如图4 二、自制奈米营抗菌容易 如图5是由硝酸吟以及轻氧化钠 还有浓氨水所混合而成的如图6 第二部分流程图 4、依据理论及原理 第一部分PMMA聚合原理如图7 第二部分奈米营抗菌原理 奈米营主要是由银离子带正电 而它会吸引带负电的细菌 以导致细菌的DNA合成反应受阻 以达到抗菌效果 如作品功能与操作方式 PMMA甲牙主要的功能 即是可以及时制作及时使用 而操作方式即是混合固态粉剂 以及液态单体 约1分钟后灌入图8的齿膜之中 待其聚合反应完成 即可得到牙齿 第一部分自制故意比例混合 对聚合反应的影响 研究者分别制造故意比例 3比1、2比1以及1比1的比例 可以由图中发现 故意比例2比1是最好的混合比例 第二部分温度对PMMA聚合的影响 由于PMMA在高温下 会加速聚合反应的发生 以导致搅拌不均匀等等问题产生 解决方法研究者使用定域 如图13 可以明显看出来 降温到室温5度C 具有最佳延长时间效果 第三部分 奈米银对聚合反应的影响实验 可以从图14看出来 加入1滴奈米银和空白 颜色其实没有多大差异 而加入2滴级可以明显看出来颜色的差异 第四部分 强酸环境对PMMA甲牙的影响 研究者分别制造6个不同浓度的HCL容易 并且加入PMMA甲牙 流表1可以明显看出来 PMMA甲牙在强酸环境2个小时之中 重量变化都不大 第五部分 长时间弱酸弱颈环境对PMMA甲牙的影响 研究者分别制造 PH值1135791113的溶液 并加入PMMA甲牙 流表2可以明显看出来 重量变化都不大 第六部分 抗菌机效果检测 研究者将配好的溶液稀释1万倍后 透过机器过筛至绿子上面 并放入37度C恒温箱中等待24小时 幽图17可以明显看出来 加入奈米银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第七部分 奈米固体产品耐久值检测 研究者效仿国家奈米标章检验体系的耐久值检测方法 对PMMA甲牙进行检测 通表上可以看出来 PMMA甲牙具有良好的耐久值 第八部分 简单生物相容性测试 从表4可以看出来 PMMA甲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第九部分 PMMA甲牙硬度测试 从表5可以看出来 PMMA甲牙本身的硬度并不会超过增牙 第十部分 PMMA甲牙与市面上甲牙的比较 最大的差别即是PMMA甲牙不需要经过磁磨垫或者是制造以及批发商 第二个 硬度 PMMA甲牙的硬度会比市面上移动式甲牙的硬度还要来得高 第二 PMMA甲牙实作流程 图24即是混合固态粉剂以及液态单体 图25即是将混合后的溶液倒入磁磨后 图26即是静置一分钟后的情况 图27即是发生聚合反应 聚合反应完成后即会得到牙齿 三综合讨论 PMMA甲牙经由功能以及性质检测可以得知 第一点 在混合固态粉剂以及液态单体比例为2比1是最好的状态 且混合骨髓泥时降低温度到5C左右最有利于延长搅拌时间 第二点 加入1滴奈米银并不会影响本产品的颜色 同时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第三点 PMMA甲牙在强酸环境或者是不同PH值环境都不会造成重量上的损失 更不会因此侵蚀剝落 并以国家奈米产品检测方式得知 PMMA甲牙具有良好的耐久值 第四点 易容易PH值变化判断PMMA甲牙并不易与人体血液相近的PPS容易发生反应 第五点 骨髓泥具有适中的硬度 使硬度比增牙低但比市面上移动式假牙膏 以上即是专题高谈扩论 尽在支持作品说明书的所有内容